佩戴手表要注意什么 大家好,我是中百江万里 很多表友入手一只手表不知道要注意什么 想要知道佩戴手表注意什么 我们要知道 手表一般是怎么坏的 万里呢,修表这么多年呢 遇到千奇百怪的手表损坏的一些问题 但是总结下来呢 有以下四种原因 第一种就是手表是摔坏的 有些表友啊,佩戴手表他不爱惜 往上摘下来的时候 随手扔到床头柜上就容易摔坏 有的手表呢,被小孩子拿到了 不小心丢到地上也容易坏 有些男性同胞呢 喝酒喝多的比较闷磕磕碰碰呢 也容易手表损坏 更多的原因就是 小两口吵架把手表摔坏了 虽然手表现在都有防震的设计 但是它不防摔 所以表友呢,一定不要摔到你的手表 第二种原因呢 就是手表是进水坏的 普通的手表一般是30米到50米的防水深度 只适合生活防水洗手洗脸带 并不适合洗澡泳泳带 也注意啊,千万不要用水龙头冲到 因为水龙头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也容易进水 那么很多潜水表呢 虽然是可以游泳带 但是手表都是防水不防气的 如果洗热水澡或者蒸沙拿的时候 也容易进气损坏 再加上手表都有使用周期的 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的 里面的防水胶圈都会老化 肯定的防水效果不会达到出产的时候那么好 所以表友一定要注意不要进水 特别是夏天快到的 如果很多表要去海边玩耍的话 万一进了海水一定要及时处理 因为海水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进水两三天都会导致手表生锈 所以不管佩戴什么手表呢 一定要注意防水问题 第三点呢 咱实话实说 很多手表都是像万里这种修表师傅修坏的 但是肯定不是我啊 因为很多表友手表坏了 去维修的时候找到一些不专业的地方 维修师傅的经验不足 或者是一些血土工 就容易把手表修坏 第四点呢 手表就是没有保养了 没有定期保养导致损坏 特别是机械手表啊 普通手表呢 三五年要做保养 好一点的手表呢 七八年做个保养 不仅仅是手表 所有的机械 仪器跟设备呢 都要定期保养 因为手表里面有润滑 有时间长了 会干枯变子 会导致齿轮磨损 我之前的视频说过 要建议表友啊 手表呢 要定期保养 但是很多表友反驳我 我是修表师傅 建议保养的话 就是说 我想挣这个保养费用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也不想做过多的一个解释 因为自古以来呢 都是重点逆耳 就好像警察叔叔要告诉你 红灯形 绿灯亭 不是 是红灯亭 绿灯形 那都是为大家好 如果你们不听的话 那有什么办法呢 好了 我是钟表家万里 那么表友觉得 佩戴手表还要注意什么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各位 杨借来